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人过六时,最怕的不是无儿无女 而是以下这几件事 老了还要靠自己一点一点挣福气 第一,最怕人还在 钱没有了记得有一个笑话 有人问人老了最怕什么 有人答最怕钱花不完 人就没有了 结果问的人说错了 最怕人还在 钱已经花完了 辛辛苦苦赚一辈子的钱布 就是为了老了不依靠谁 可以自己出钱养老吗 如果没有钱 老人也没有底气 说话也得小声点 别人会看不起 特别是现在的媳妇 如果老人没有钱 照顾几天都很大意见 现实的很 很多儿女看在老人 还留下很多财富的面子上 才照顾老人 特别是儿女多的家庭 老人有钱 大家争着去照顾 希望从中得到一定的利益 如果老人没有钱 就大家轮流照顾 多一天都不行 觉得吃亏了 矛盾闹得满城风雨 一个爷爷年轻的时候 坐了一条小木舟 在村口 让人过度 每一次就是挤脚钱 后来几块钱一次 他一辈子节衣缩食 老了还留下很多钱 现在他的儿女住在一起 逢年过节给大家 每人一个红包 结果大家又回敬他一个红包 礼尚往来 好不热闹 他说 老了他自己有钱 大家不要担心 这样的话一说出来 几个儿女就更开心了 因为没有了养老人的经济负担 不要大家凑分子来养老 钱不是万能的 但老了没有钱是很困难的 有的老人无依无靠 儿女每个月给几百块钱 都得看媳妇和女婿的脸色 甚至都要不到 还互相比较 觉得自己吃亏了 这样的日子 老人一点也不好受 第二 最怕身边没有了伴侣 少年夫妻老来伴 人过六十 如果身边没有了伴侣 是孤独的 特别是有病痛的时候 喊天天不应 喊弟弟不灵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只大白鹅 它以前总是和另一只大白鹅 乘双成队出入 天天在池塘里游泳 结果另一只大白鹅生病过世了 过了一阵子 大白鹅发现了一辆小车 于是天天在小车旁边不愿意走了 主人觉得很不对劲 常常去驱赶大白鹅 希望他去池塘里玩耍 结果就是不走 后来主人看着大白鹅 忽然发现小车的油气很光滑 可以映射出大白鹅的影子来 大白鹅把影子当成了伴侣 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了 这样的思念让人动容 作为人来说 又和大白鹅不是一样吗 失去了伴侣或者弄丢了伴侣 真的很难受 天天思念着 希望有朝一日身边 有人陪着度过余生 人过六十 如果身边没有了伴侣 还是找一个吧 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黄昏恋 虽然不是年轻人一样美好 但互相携手同行度过余生 也是福气 不图名 不图利 就图不孤单 第三 最怕天天生活在病痛之中 病来如山道 病去如抽丝 这是形容病痛的难处 如果是老年人 病痛要消除更难啊 常常看到老年人摔倒了几个月都不会好 骨折的地方几年都会痛 如果是年轻人 也许几天就变好了 可以活蹦乱跳了 人过六十要扶老 不要当成小伙子一样了 特别是看到有同龄人坐到轮 以上那滋味真的不好受 健康是福气 是最大的财富 老了 失去了健康 再多的钱也没有用 再大的房子也住着没有温暖 人老了 好好锻炼身体 并且注意 从中年人开始就养生健身 善待自己 那些年轻的时候逞强的人 多半老了要吃亏 老话说 就病床前无孝子 生病了有儿有女也会嫌弃你健健康康 有儿女才是真幸福 是儿孙满堂的福气 第四 最怕儿女没出息 还当啃老族 有的人 有儿女 但更痛苦 因为儿女没出息 都啃老 自己一把年纪了 孩子不学好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说一位非常爱孩子的老人 把什么都给孩子 就是孩子犯错了 也不指责 一次 孩子给别人家的围墙推倒了 他没有责怪孩子 而是默默地赔偿了一点钱 后来孩子犯了大错误 成了罪人 有了牢狱之灾 老人才悔悟过来 自己的溺爱 行为害了孩子 但一切都晚了 老人只能在空隙中过日子 还常常去牢狱里看孩子 四目相对 老泪纵横 人老了 有儿有女本身是福气 但啃老的孩子不如没有生 还增加了烦恼 因此 人过六十 有没有出息的儿女很伤心 觉得自己的人生 都非常失败 在别人面前 无法抬头做人 再看看那些 有出息的儿女 他们的父母说话很骄傲 脸上有光彩 人过六十 最苦的不是没有儿女 而是有病痛 没有钱 儿女啃老 没有伴侣的 反过来说 人过六十 有儿有女 身体健康 有点小钱 儿女争气 身边有伴 福气越来越旺盛 但对于晚年 养老问题 佛家高僧 有更深更透的看法 以下高僧的讲述 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 佛家养生 我们在顺境善缘里面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觉悟到 生死无常 我们中国人 讲好景不长 我们要珍惜这个时节因缘 认真求道 如果把大好光阴 去享受世间五欲六尘之乐 把过去生中 修到的那点福报 享尽了 那你就错了 人在一生当中 要修福 不要享福 不要把你所修的 那点福报都享尽 享尽了 到了晚年就没福了 我过去 看过不少富贵人家 少年得志 中年得志 尽情享受一呼百应的 到晚年就摔了 晚年的时候 我们看他 连一个伺候他的人都没有了 洗衣服烧饭 都要自己动手 可怜得不得了 我们记取这个教训 在自己得志的时候 在自己福报现前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 尽留一点给后面 所以晚年有福报 那是真正有福报 年轻有福报 那不是福报 年轻的时候 自己有体力 吃一点苦头不在乎 晚年体力衰 一切都退化 那时候有人来照顾 那是真正有福 如果我们希望晚年有福 晚年不受苦 你就要记住 现在要修福 现在不修福 到晚年 后悔就莫及 修福一定要把握机缘 人生苦短 生死无常 今天你有财富 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 你要不知道修福 你的福报 想尽呢 你阿赖耶石里面 还有许多不善的业 你死了之后 随业流转 你就到丧恶道去了 你不能说你不造业 哪一个人不造业 不说别的 你吃众生肉 你以为是在享福 你不知道厉害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你吃他半斤 将来要还他八两 杀人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你说这个事情 麻烦不麻烦 念语常讲 好景不长 无论你有多大福报 你有多大财富 你保不住 他会离开你 离开你的时候 苦就献钱呢 所以一定要觉悟 年轻的时候 种种享受不是福 晚年有福才是 真正的福报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学佛的人 哪个不信 因果都信 虽信深度不够 为什么 因为自己 还不能认真去断恶性 修善 这就是信的深度不够 财不失得金钱财富 法不失的聪明智慧 无畏不失的健康长寿 这种不失在今天 我们都有能力修 诸位要记住 福报留在晚年享 这是最有智慧的 人年轻不要把福报享尽 到老年受苦 那是真苦 年轻受一点苦不在乎 有精神体力能抵抗得了老年衰老 没有人照顾 那的确很可怜 人有命运 所以一般 看向算命 真正高明的人 算得很准 诸位独了凡私讯 孔先生 对原料 小凡算得 就非常准确 不是对一个人 对所有的人 都能算得很准确 这就说明人有命运 命运从哪里来的 命运是新造的 是自己过去生中 善恶业所造的 业力主宰着命运 命运 它有个定数 凡夫逃不过这个数 逃不过这个数 就会被人家算得很准 一切众生都有气数 只要你有烦恼 你就会起心动念 你就逃不出这个数量 真正修行 人心清静 他没妄念 他什么都不分别 不执着 那算命看向的 对他无可奈何 对他没有办法 吧 像金刚经里面讲 你有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数者相 你就有气数 你就会被人算得很准 哪一天 你真正做到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他对你就一筹莫展 为什么你超越数量 你不在这个数上 你的心解脱掉了 这个时候 数对你毫无拘束 我们要享晚年幸福 现在首先要修布施 布施不只是金钱上的布施 要学敬老尊贤 我们对老人尊敬 力所能及的帮助年纪 更大的老人 这是修阴 到将来我老了 年轻人就尊敬我 我现在看到老人都讨厌 等到我老了 人家看到我就讨厌 什么样的 因的什么样的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看到老人很可怜 一定要尽力照顾他们 帮助他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人生的每个年龄阶段 都仿佛有一张试卷 等着所有人去书写答案 每一个人对于人生 似乎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才会有人生百态 有属于各自的悲喜忧愁 小孩子说我长大以后 要当科学家 要上太空学生们 说我要努力读书 考上名牌大学年轻人说 年轻就是资本 努力奋斗就好 无悔青春 就有意义中年人说 努力赚钱 实现财务自由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老年人说钱 多钱少够用就好 健健康康 活着比什么都好 一百个人有 一百种答案 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 都不一样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人活一辈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 关注您的点赞与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有人说风来了就吹风 雨来了就淋雨 实在扛不住了就倒下 直到能再站起来再走 不管怎样 只要活一天 就要像模像样 即便泪成狗 也比悲观艳势好一些 楼椅尚且贪生 更何况是一个 有思想的人呢 命运纵然千疮百孔 我们仍旧要好好活着 弄明白活着的意义 有人活着是为了信仰 比如月亮 与六变势里的斯特里克兰 人是漫长 也转瞬即逝 有人向往星辰 有人甘于尘埃 他就是那个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星辰的人 这是月亮与六变势的推荐语 也是主人公司特里克兰的人生写照 在平稳枯燥的现实和冒险遥远 的梦想之间 大多数人都会屈服于现实 而毛母笔下的主人公司特里克兰 却是个例外 一个看似沉闷稳重的中年男人 有着体面的银行工作 和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在将近不惑之年 放弃现有的一切身份与地位 抛弃弃子 孤身前往巴黎追求梦想 逃离原本平淡如水的生活 选择成为一个画家 他在选择成为画家后 并未一举成名 而是屡屡受挫 画作不受赏识 甚至深受病痛与贫困纠缠 险些命丧巴黎 故事的最后 斯特里兰克在经历一系列变故后 厌倦了繁华的人类文明 离开了巴黎 隐居于塔西提岛 在那里 他的灵感如泉喷涌 直到得了麻风病 依然作画不止 在他去世多年后 人们才意识到 那个世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 贫困潦倒的流 浪汉原来是个世俗 罕见的艺术天才 对于他而言 名利并非人生意义 正如六便是一样 与他毫无价值可言 但画作完成时 他近乎癫狂的人生 已经接近尾声 而在此时 可以完成梦想 找到自己 就是最大的圆满 世俗所定义的大好前程 未必是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 也未必是想要的 与其终其一生都活在世俗框架之中 浪费自己的生命 获得他人的认可 以求和群 不如只坚守自己的本心与追求 有人能在满地的六便士中 迷失 亦有人可以在满地的六便士中 抬头看见月亮 他们不在乎世俗的标准 而一心选择奔向月亮 奔向理想 完成自我 有人活着只是为了活着本身 比如活着里的福贵 福贵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年少时的他目无师尊 羞辱丈人 打骂妻子 整日嫖娼赌博 父亲被他活活气死 家中所有田产和房屋被败光 庸人被遣散 老婆也被弃走了 他跟母亲搬到了一间茅草屋里 开始贫困潦倒的一生 这种从巅峰跌到谷底的生活 也让福贵仿佛变了一个人般 他租了几亩田 开始学着种田耕地 开始学会承担起做父亲和儿子的责任 扛起生活 扛起人生 可是没想到 苦难接踵而至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福贵连续不断遭遇了被国民党军队抓撞兵 沐浴枪林淡雨 遭受饥饿折磨 失去母亲 失去儿子 失去女儿 失去相濡以沫的妻子等种种灾难 到了最后 连唯一剩下相依为命的亲人女儿 用生命换来的小外孙也离他而去 家人被种种意外或疾病全部带走 是他生命里最为珍贵的温情 一次又一次被死亡撕扯得粉碎 最终只剩下一头老牛 伴随着老了的福贵在阳光下回忆往事 命运安排他一个人活着 似乎就是让他忍受痛苦和孤独 福贵的一生经历了挥霍与贫穷 感受了生的喜悦和死的悲伤 他的一生充满了苦涩 也充满了心酸 在无尽的苦难中 却总有一束光照亮他前进的脚步 当他暮年矮矮时 回首自己的一生 在不断的失去中 他从荒诞 悲伤 痛苦 幸福到平静和欣然接受 他用看见人事沧桑的沉静告诉我们 活着的力量不是喊叫 而是承受 承受一切来自生命的责任和最深的孤独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动物所活着 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所承载的 无非也就是平静地接受 历经沧桑后的生老病死 用尽全力去活着 用尽全力去享受越过磨难之后的幸福 众生皆苦 活着才有希望 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 爱离别院长久 求不得 放不下 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生活现状如何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即便你一个人躲在异域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管 也不能真正脱离苦海 有一个盗贼 他拿着一张藏宝图走进了沙漠 他知道在沙漠深处有一个山洞 里面有大量的金银财宝 当他背着一大袋金子准备离开沙漠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没有水和干粮了 他躺在地上哭着说求求老天给我一些食物吧 过了 一会他忽然一伸手 发现天上掉下了一袋水 还有几块锅巴 盗贼背着袋子走了两天 水和锅巴都吃完了 他非常沮丧 把金子一点一点扔掉 然后踉呛着往前走 当他走到沙漠的边缘 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特别开心 因为他终于明白了 活着比金子更宝贵 苦难的根源并不是来源于生活 而是一个人的欲望 只要勇敢地活着 哪有过不去的坎 一个人不到盖棺定论的那一天 都不能说活着没意思 所有的波折都是来成全你 所有的伤疤都会让你明白某些道理 人活着其实只有两件事 忙着生和忙着死 人这一生的终点就是死亡 谁也逃不过 人生短短几十年 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诠释着字 自己的活着命运不同 道路不同 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 有人大起大落 有人平庸一生 有人先一怒马 有人鸡肠鹿鹿 这人间每天都在上演着悲欢离合 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拼命赚钱 钱财又是虚幻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意义 努力一生 那么辛苦劳累最后还要死亡 顿时觉得一切努力毫无价值 没钱时拼命挣 有钱了又觉得空虚 财富是活着的基础 没有钱寸步难行 但有钱也并不代表幸福 人生再是挣钱只是游戏 健康平安地活着 快快乐乐走完这一生 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 人活着健康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 其余的都是锦上添花 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 它本身没有 任何意义就是一个生命存在与衰亡的过程 任何生命都逃不过生老病死 辉煌也好 落寞也罢 都是这一生 唯有衰亡对一切生命公平 人生本身没有意义 人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 很多意义往往是人自己赋予的 包括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与情感等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也不一样 人生就是一种角色的体验 从孩子到父母 为人伴侣 成就一番事业 体会各种感情的交织 经历痛苦快乐 经历失望与惊喜 经历痛苦与希望 人活一辈子 仿佛只是几个春秋 不要求太多 心中有希望 一直在奋斗 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珍惜身边的人 能和在乎的人一起走到老 苦乐喜忧都会变 生动鲜活起来 人活着虽然有很多的心酸 有很多的不易 但是只要心怀希望 努力去生活 岁月就不会辜负你 人活着一辈子 体验这世间的事 无论好与坏 都是为了让你成长 让你领略到生命的与众不同 对于这世间的遗憾 该忘就忘 该放就放 不属于你的 就让它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路上 虽无法避免悲欢离合 无法避免爱恨情仇 但正是有散才有据 体会过世事无常 才懂得珍惜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除了生死 其他的都是小事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活着就是活着 别计较有没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去管活着的意义 你会发现自己 活得更加轻松自由了 也许没有意义 才是最根本的意义 每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人生的理解 也不一样 如果你活得很幸福 心态很好 那么你就洞察到了 人生的真相 一半苦 一半苦 一半幸运 一半灾祸 人生不会十全十美 所以我要告诉你 从今往后 尽管朝着幸福出发 怎么开心 怎么活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有人说少急事多 深以为然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害怕不够 于是不断地从外面抓取结果 让自己疲于奔命 被欲望所奴役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就是懂得了取舍 不再浪费时间 去追求那些 无异于自己生命的东西了 以下三个管 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第一 寡是道德经中 说少则得多 则或生活中 有的人总是这也想做 那也想做 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做不成 为何呢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把十分的精力分散开来 就很容易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杂而不惊 不如精通一门 只有把自己的精力 专注于一点上 才更容易取得成绩 身处花花世界 最容易乱花 溅入迷人眼 此时 如果定力不够 就很可能会被 杂七杂八的事情 扰乱了心神 迷失了本心 只有稳得住 过滤掉 无用的杂事 才能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所谓无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只有守住自己的初心 不被所事所迷惑 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生活中 有些人自己的事情 还没有处理好 却总是热衷于去 插手别人家的事 结果费力不讨好 对于别人的闲事 少一点热衷 多一点冷淡 把别人的事情 还给别人 是一份自觉 也能为自己养精神 第二寡山泰戈尔说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内心富足的人 不但不会害怕 与自己相处 反而还会享受孤独 朱自清说 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内心匮乏的人 企图融入集体 来化解孤独 最终却是加剧了孤独 一个人如果无法 与自己和谐相处 那么又如何能够 与他人和谐相处呢 很多时候 我们害怕 与自己相处 于是便急迫地 抓入人群 来逃避自己 那么 我们为何会害怕 与自己相处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与自己相处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 自身的不足 为了逃避不足 我们便干脆逃避 与自己相处 一个人的不足之处 不是说不去看 便不会对他的生活 与工作造成影响 掩耳盗铃 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鲁迅说 真的猛事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一个人只有勇于 面对自身的不足 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才能更快地实现 自己的人生目标 第三 寡言 道德经中说 多言说穷 不如手中 很多时候 我们的烦恼 都是由于多开口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位小僧 与一位书生 在同一条船上 书生高谈阔论 小僧心声敬畏 蜷缩着身体聆听 听着听着 小僧便觉得不对劲了 于是便问道 请问相公 担台灭名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书生回答 自然是两个人 小僧又问道 那姚舜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呢 书生答 自然是一个人 小僧听后笑道 这样的话 就且让小僧身身脚吧 对于自己 不甚了解的事情 如果贪图一时 口舌之快 很可能轻则 让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重则会为自己 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一次 有人对孔子说 阮庸这个人 有人得 但是不善辩 孔子回答 何必要能言善辩呢 靠灵牙利齿 与人辩论 常常会招人厌恶 我不知他是否人得 但是何必要能言善辩呢 老子说 大辩若嫩 真正善于辩论的人 往往看起来 比较木讷 因为他们知道 与人辩论 只会招来各种纠纷 保持沉默 才能还自己的生活 一片静静 林语堂说 生活的智慧 在于逐渐瞪清 律除那些 不重要的杂志 而保留最重要的部分 生活中 总会有各种 无关紧要的事情 来干扰我们的判断 如果我们不分轻重缓急 眉毛 胡子一把抓就很容易 同意 耽误了紧急的重要的事情 只有学会做减法 理清主次 才能轻装上路 行稳致远 以上是自己的生活里 需要做减法的方面 但关于老年人 养老不仅是减法 某些方面的家法 同样重要 关于养老这件事情 现在的老人 还真的不能太依赖子女 自己要早做打算 因为你的子女 到你年老的时候 很可能靠不住 人要想老年生活幸福 就要学会未雨绸缪 人到老年 手里握有这三样东西 余生才会幸福 第一 有健康的身体健康 康不是一切 但没有健康 就没有一切 人这一辈子 你在成功的人生 也要有健康的体魄来完成 没有了健康 一切等于零 再多的金钱 也买不来健康 人生的下半场 拼的不是速度 而是耐力 人到最后 拼的就是健康 有一个健康 硬朗的体魄 就是儿女在外 最大的底气 就是岁月静好 最美的写照 新主山心理健康 是生命健康的重要标志 和核心因子 做人要平和一点 阳光一点 淡定一点 包容一点 友善一点 真 诚一点 谦卑一点 坚决摒弃愤世极俗 怨天尤人 贪得无厌 损人利己 健康心态的基础 是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乐于助人 乐于奉献 宁静致远 淡泊明智是智力 有一个健康硬朗的体魄 就是儿女在外最大的底气 就是岁月静好 最美的写照 没有健康 一切都是空谈 老年人更需要注重健康 人老了 身体机能慢慢地在退化 身体的抵抗力也在变弱 疾病很容易就找上门 一旦病了 你就需要前来付医药费 叫人来照顾 这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 生病了 儿女孝顺还好 但是在孝顺的儿女 也会对你的病心生怨言 正所谓 久病床前无孝子 要是儿女不孝顺 自己又没钱 注定晚景凄凉 第二 有养老的钱 任何时候 钱都是我们活得安稳的资本 老年人更要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衣食住行才方便 老年生活才安心 到了晚年 基础的经济收入 融洽的家庭关系 这些都很重要 老年人手里有养老钱 才会幸福 俗话 他说 年轻时候受的苦 不叫苦 年老了 没钱受苦才叫真苦 在自己的孩子 也成家立业 稍微安定之后 人过五十岁 一定要为自己的养老 早做打算 趁着身体还硬朗 一定要开始给自己 存养老钱 生活很残酷 存钱养老胜过养儿防老 五十到六十岁之间 这是存钱养老最好的十年 这个机会 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以前老人习惯 把钱花在房子 儿女 孙辈上 如今 我们应该转变观念 人老了 最重要的是学会存钱 存钱是非常必要的 手上有多少存款多少 其他收入够不够用 如何合理分配 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安排好 是积极应对 晚年生活的方式 有养老前 才不至于在需要的时候 捉襟见肘 才不至于在浴室的时候 顿足搓手 无可奈何 王尔德说过 我年轻时 以为金钱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等到老了 才知道 原来 真的是这样 这句话 说得很有道理 因为只有钱 才能够让你生活得 更有底气 我们总说 养儿防老 但是 当我们真正老了的时候 却不一定都能够 指望上儿女 所以 年轻的时候 多存一点钱 并没有多大的坏处 这个世界钱 不是万能的 但有钱的生活 真的会不一样 老年人的生活 更是这样 钱可以带来选择权 不必再硬着头皮 向儿女伸手 可以让你用喜欢的方式 过自己的老年生活 钱可以带来底气 可以脱离柴米油盐的琐碎 不开心时 可以出去散心 去看世界 你可以在生病的时候 拍着胸脯 跟医生说用最好的药 不差钱 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不为别的 就为了人活一世 不用委曲求全 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养老钱 不是自私 而是睿智 人老了 钱却是我们 活得安稳的资本 留足养老钱 衣食住行才方便 老年生活才安稳 第三 有自己居住的房子 经历多了 老年人也知道 一个稳定的住所有多重要 房子不只是一个 钢筋水泥混凝土做的建筑 而是停止飘荡的归宿 是老友所居的 根本是安享晚年的依靠 自己的房子 哪怕是瓦屋茅舍 也是家 有自己的家 和老伴一起过晚年生活 不至于居无定所 才心里踏实 毕竟老了的时候 儿女未必会愿意 记忆陪伴我们养儿未必防老 乌宇才防老 年轻人的安全感 是房子给的 养老的体面 也是房子给的 父母的家 永远是子女的家 子女的家 却未必是父母的家 无畏大小 重在拥有 哪怕是溢于茅草屋 也是安身立命之所 不用看其他人的脸色 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没人能如你分毫 而有女友 不如自己有自己的晚年 自己掌握 多为自己着想 人到老年 身体健康 手中有充足的养老钱 有属于自己的 的房子居住方得安稳 才会幸福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常言道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嘴是话语之门 心灵之窗 福祸之本 一个人的命运 好坏离不开自己的嘴 为什么乌鸦嘴特别灵验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听祝福和赞美的语言 美好的祝福真的可以为人生带来正向的改变吗 语言力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其实语言是一种咒语 我们每个人都是语言的魔法师 掌握着改变命运的钥匙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人命好不好 看看自己的嘴就知道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在生活当中总会有人感叹自己的命不好 尤其是当自己生活不顺时遇到 那一些麻烦和坎坷 便会向别人发出这样的铠叹 不过一个人的命好不好 其实不应该去抱怨他人和社会 更多时候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有位僧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命好还是命坏 命贵还是命贱 往往和自己的嘴不无关系 他说一个人的命是否贵贱 首先第一步取决于一个人的嘴巴 嘴贵命就贵 嘴贱命就贱 说话越强硬的人 命运就越悲惨 嘴有多刻薄 命就有多苦 人们说的性格决定命运 不同的性格确实会有不同的命运走向 说到底 不同性格的人会直接通过自己的嘴表现出来 比如直性子的人快言快语 外性子的人少言少语 外相的人能言善辩 内相的人沉默寡言 君子不说虚伪的话 小人说不出正义的话 所以说 很多时候 你的命好不好 看看自己的嘴就知道了 你的嘴巴往往会暴露你的性格 你的嘴巴常常会决定你的命运 你的嘴巴会出卖你自己 太过强硬的人言语 不饶人 有的人总是喜欢在言语上胜过别人 他们一旦发现 别人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 便会从最初的心平气和 转变为极言利色 把一场本来很平常的交谈 变成一场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 他们往往不管一件事情是否值得辩论 反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一定要赢 久而久之 身边的人了解了他们的性格 一旦发现他们要开始辩论 便会主动投降 甚至会敬而远之 他们辩论没输过 但是他们最后得到的是 众人对他们的恐惧和 多远还有自己的孤独 曾有一位同学 就属于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性格 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 一旦我抓住了别人的错误 我能说死他 听到这句话 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如此刻薄 心狠 还是远离得好 古人说 饶人不是吃汉 吃汉不会饶人 一个人能够得理而饶人 其实不仅仅是在宽容 善待别人 也是在善待自己 所谓种善因 得善果 善待别人 最终 也会赢得别人的善意 抓住别人的错误 肆无忌惮地释放刻薄之本性 到头来 这刻薄 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 每个人都是语言的魔法师 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一句六月寒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意义却相当深远 我们每个人都 都是魔法师 可以用言语对别人下咒 也可以用咒语帮助别人 星云大师说世界上 爱语可以成就无量的好事 好音与好语 这些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 早晚会带来厄运 吸引力法则 告诉我们 语言发出后会自动吸引同样波动频率的人与世 积极的语言吸引的是正能量的人与世 好事也会找上门 消极的语言吸引的则是负能量的事物 霉运悄悄上身 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不吉祥的话时 常会听到人们说快闭上你的乌鸦嘴 因为当负能量的语言声波一出 就会吸引同频率的事件上 这就是为什么乌鸦嘴会特别灵验 尤其是愤怒和怨恨时所说的话 那些话都带有很强的负面能量 结果往往让人意想不到 我们曾听说过某些人因为一时气愤说出了重话 后来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 比方夫妻吵架 妻子对先生骂道 你去死结果先生真的就死了 父亲对孩子叫骂 有本事你就永远不要回来 结果孩子因为一场意外就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会有人问 我只是说说而已 又不是真的 有什么关系 这就好比医生误诊一样 告诉一个人得了癌症 我们想想这个人会怎样 生活中 我们可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有人因胸部不适 咳嗽 吃药无多大 改变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诊断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恶性肿瘤 医生说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时间 病人听后吓破了胆 身体便开始恶化 咳嗽不停 体重迅速下降 第二天没想到医院说把检验报告 梦魂了 这人没得癌症 获知实情之后 这个人立即离床 行动自如 没过几天就出院了 所以你一定要仔细检视自己常说的话 尤其是所谓的口头禅 他可能正悄悄消耗你的运气与福气 嘴有多刻薄 命就有多苦古语云所有人出生 口中皆含福 语言是最锋利的武器 说话尖酸刻薄 就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纪晓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说 有一位侍奉她的婢女 说起她的祖母待人不错 就是特别爱骂人 后来也没发现祖母生了什么病 舌头却从舌尖烂到了喉咙 足足几日 说不能说 吃不能吃 一个人生老病死 都是人之常情 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在古代时 因为没有发达的科技和医学 所以很多疑难杂症很难得到治愈 到了当代 医学上的进步 已经可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症 人的寿命也得到了延长 但有些老人却还是没活过八十岁 因为他们不是因灾祸去世 而是这三个原因 第一 没有调整好心态 心态很重要 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 但是知道跟做到是两码事 仅仅是知道 仅仅是说到 充其量是喊口号 唯有真正意义 调整好心态 才有望直接加大健康的概率 间接加大长寿的概率 心态好的人 性格往往集中体现出开朗以及乐观 既然大多数事情有两面性 也就会多看好的方面 长此以往 生活的态度就会越发积极向上 没有了哀声叹气 没有了怨天尤人 没有了担惊结律 取而代之的是应该知足常乐的时候 知足常乐应该顺 顺其自然的时候 顺其自然 应该舍得的时候 舍得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好心态不仅会给健康雪中送炭 而且会给长寿锦上添花 第二 没有坚持运动 运动虽好 但是不能够盲目 盲目运动会适得其反 若细心观察 不过八十岁的老年人运动几乎可以说因人而异 无论是运动的时长 运动的项目 或者运动的强度 还是运动的环境 都是各不相同 可见 活过八十岁的老年人 相同点是分别运动 不同点 却是量身定做出千人千面低运动 其实道理很简单 正所谓大道质简 最好的运动是推崇的运动 更好的运动是适合自身的运动 由此会领略到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 运动对于身体的利弊不是取决于运动 而是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以及支配 第三 吃饭吃太饱 吃饭是每天必做的事情 每天还不止做一次 因此 吃饭如若失之好理 久而久之 结果极有可能谬一千里 这既不是故弄玄虚 又不是威严耸听 如若不信 可以问问周边活过八十岁的老年人 得到的答复 极有可能相差无几 无非是吃饭吃到五六分饱 或者七八分饱就需要打住 除此以外 要避免饥一顿饱一顿 营养尽可能做到均衡 由此才能够维持生命 以及延续寿命 提供优质的能量 长寿并非误打误撞 长寿其实有迹可循 原来就蕴含在日常蛛丝马迹里面 活过八十岁 何尝不是 男者往往意味着不会 会者往往意味着不难 虽然做对了 不能保证百分百活过八十岁 但是历经之行合一不过 八十岁的概率 会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基础上逐渐加大 但通常人过六十岁以后 许多人叹了一口气 劳累一辈子 终于可以过自由的人生了 但也时常有人在漆黑的夜晚 感叹人到晚年 真的是孤独啊 这种孤独就像是无声的枷锁 让我们喘息都觉得难过 但是走走逛逛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虽然已经到八十多岁 每天依旧精神饱满 似乎对人生有更多的探索以及渴望 这种令人振奋的心态让人激动不已 那么这群老人是如何做到的呢 别来说 人到晚年 需要常常保持这四种心态 人生必然就少了孤苦 多了福报 第一 看淡人生的利益得失 郭沫若先生曾说成天执迷于利益得失之人 往往失去的更多 而且纠结苦闷之情 愈演愈烈 不管年轻时我们拥有过什么 亦或是错过了什么 那些人和事已然是过眼云烟了 我们已经人到晚年 如果每天依旧执着于无穷的悔恨和懊恼中 与我们无益 与健康无益 且我们身体衰弱 许多事已经无力回天 与其哀叹过去 不如好好拥抱明 明天 人到晚年 需要看淡人生的利益得失 接受自己人生的瑕疵和不足 每个人人生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比那些顺风顺水之人的剧本过于平淡而言 我们的人生则更加跌宕起伏 有起伏的人生才叫精彩 人的晚年 需要有一颗豁达的内心 学会安慰自己 识之东鱼 收之桑鱼 你的德语诗 不要紧紧看在眼前 过去 无需纠结 当下要活得美满 用这样一个心态 去看待晚年生活 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自然感受不到晚 孤苦第二 置身事外 抽离红尘 七情六欲最难割舍 而身在红尘 人生都是身不由己 许多人一生中为别人活 为别人忙碌 直到白发苍苍了一天 望着镜子中苍老的自己 才知道人生虚度 岁月无情 有人说 红尘就是一张纷繁复杂的织网 许多人看得见 摸得着 但很不幸 依然挣扎其中 人到晚年以后 望着滚滚红尘 要有一份毫无眷恋 扭头离开的勇气 我们老了 许多人 我们管不了了许 很多事 我们也不想参与了 不要觉得 自己真的很重要 这个世界 缺少了谁 依旧可以正常运转 那些未不熟的子女和亲戚 我们的抽离断奶 反而会让他们成长起来 这无论是对我们自己 还是对他们 都是人生一件善事 人到晚年 适当地抽离繁俗 远离红尘 享受晚年的清静无为 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的人生 已经到了晚年的阶段 不要再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与自己无关的人和世上 人的晚年 学会自私 反而更幸福 第三 发现人世间的诸多 美好人到晚年 许多人人未老 心已老 宁愿一个人躲避在冰冷的屋子 自怨自艾 也放弃选择拥抱社会 去体会人生的诸多美好 于是性格 越来越孤僻 感觉任何行为 都是离经叛道 感觉自己的人生 就像是顾峰的文物一样 等到某一天 尘埃落定 这样的人生 一天一天地挨下去 真的有意思吗 所以 人到晚年 一定不要丢失 那双发觉人间美好的眼睛 这个世界太过美丽了 有那么多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人 有那么多日新月异的新玩意儿 你若有一颗积极的心态 你的整个世界就 就不一样了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明亮了 内心的孤独感 也烟消云散了 人的晚年 需要有种闲 看亭前花开花落 但看云卷云输的心态 不管人生之前 有多少不甘心与不愉快 那么从此刻开始 不妨缓一缓心态 换一换心情 出门去感知一下人生的美好 你会发现生命的无穷乐趣 孤苦感自然烟消云散 人生自然更幸福 第四 风淡云青 顺其自然 人生的烦恼 实在是太多了 剪不断 厉害乱下 不妨顺其自然 认识的许多人 老年人非常纠结 纠结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漂浮不定 纠结于子女生活的不安定 人这一辈子太难了 每个人坐下来 都可以把自己的男士说 上三天三夜 但人到暮年 真的需要看开一点 既然我们无法解决 不妨顺其自然 那些自己身上的事 能忘了就忘记吧 那些子女的事 既然她们已经成年 就让她们自己学会解决吧 我们对待子女的人生义务 已经做好 剩下的局面 需要她们自己去开创了 不要过分担忧 因我儿孙 自有儿孙福 这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人的晚年 风轻云淡 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心态 少一些琢磨 多一份平静 孤苦之情 自然戛然而止 提到长寿 就不可避免地 会说到养老问题 有人会说 我还不老呢 是的 但是现在不老总会老的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养 养成永远不老多好啊 老龄问题 不仅是年龄问题 更主要的是心理问题 所以养老根本核心不是养身 而是养心 身体的衰老谁都无 无法阻挡和改变 身体虚弱了 能再回到年轻吗 头发白了 能再变黑吗 皮肤有皱纹呢 能抚平变得像十八岁一样吗 通通不能 所以养老不是养身体 主要是养心 老人的心充满了焦虑 孤独 无助 无望 无聊 无奈 时间有的是 却无事可干 只能靠遛狗 打麻将打发时间 而养心 就是让这颗心活起来 充满阳光 充满生命力 对未来充满希望 身老 心不老 如果老年人这个群体 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则整个社会一片朝气 净土宗念佛法门就是养心 养成佛的心 养慈悲的心 具体方法就是念佛有这个绝招 养老养心的问题很容易解决 许多念佛的老人虽然已经七八十岁 但是内心青春常在 去年有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来皈依 我为他取法名佛童 儿童的童 他虽然年纪很大了 但心很年轻 其实我们都是佛童 佛面前的童子 这样一叫 不都年轻了吗 如果没有一颗年轻的心 即使十八岁也是 老人浑身垂暮之气 没有希望 如果内心有希望 有法喜 有前途 有光明 即使八十岁 九十岁 甚至躺在病床上 也是菩萨童子 充满活力 只要了解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了解净土法门 了解阿弥陀佛的旧度 每个人都会有信心 即便八九十岁 也觉得非常有前途 非常有希望 所以念佛养老 能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 获得最根本的关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